过来做做消消气 你一天的飞 停不着 让开 让开 不让 干吗呢 李司成谋令 跪 司成令 靖安司重地 为妨机密外泄 外人陌入 此诚是为公公 奴犯上 管卖了你 跪 你 告诉你们主人 还有半个时辰 没线索 就交权 一个名字而已 你说出来 省省你我的时间 什么缅子 我在死牢里泡了半年 这是早就没有 为我办过事的人 比我还要 你这一百万三十 是 没有的 你这么多严重 你这一百万三十 是 一百万三十 你这一百万三十 你这一百万三十 然后哪一百万三十 你这一百万三十 是 葛老的意思是让张都尉出卖官府的暗庄 那葛老就快想多了 暗庄是什么职务 日夜交情一旦适逢 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都保不住 若非万分信任上风 怎会有人肯当暗庄 你在我这里埋了很多暗庄 我给你你想要的线索 只要你说出一个名字 很划算的交易 是我 张帅还硬朗 硬朗 那就好 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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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他是自愿的 不算 我要的是你说的名字 走了 你走了他就白死了 现在就去杀了童儿 有人想从我这儿把他偷走 走 我猜对了 随便说一个没用的人 打发不了我 我要那个人 和家村 听不懂 从前我在平康房养得最红的一个丫头 驯服过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 有郭立氏私宅的库房钥匙 是 他花了两年时间 用假货偷换出库房里的真品金器 一件又一件都埋在一个地方 你在编故事 金器乃皇家独用 郭立氏将军一生忠于圣人 从不渐月贪腐 何来金器 这一千三百五十六件金器 代表着大唐的最高工艺 世上最美的东西 如果得到了他们 我也会得到郭立氏的污点 你能明白吗 我有多想要 半年前这个男人觉得攒够了 可以和我的丫头远走高飞了 他们连夜逃向埋着宝贝的地方 然而那个男人只提过 何家村 三个字 但长安附近 根本没有这个村子 所以 我派了十二个最好的手下 悄悄跟着 他们在路上都被一个人干掉 包括我最好的女子 和那个盗宝的男人 我等了整整两年 一场空 你知道那种失去最重要的希望的感受吗 知道 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 名字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人 那我们谈完了 你们可以走了 何家村是我的案子 只要你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我会亲手宰了他 周年 到那边我找你喝酒 听你讲故事 下辈子我给你做安装 张晓静 你若出门暗装 就是违反唐绿 斩刑 你别连累我 今天什么事情 没有长安几十万人命中药 唐绿不可放 再不棒时 如果没有任何线索了 哪个王八蛋也救不了长安 张晓静 你多提什么狗屁规矩 你赶 千万 别选左 小语 扔 就是他